果然真正的大女主就算长着一张甜妹脸也是气势十足呀 文竹一出场笑颜弯弯看起来软萌无比 但她的实践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是香港一家生儿公司的总裁 真的假的 她身上真的有高管器 但是没有想到是总裁呀 因为你看她很可爱对不对 好可爱啊 就完全反差 天哪原来总裁有这么可爱的类型呀 果然看人不能只看外表呀 文竹作为中途加入的女嘉宾 第一次见面就是和男嘉宾老藤单独相处 其中的压力不言而喻 但她却好不借账 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会选那幅画吗 我觉得应该是个很有品味很神秘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选了这幅画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画的主人 挺好 很好 也能破局 可以可以 聊天可以的 文竹这表现真的是很得体了 破镜落落大方 各是在不知不觉间就主导了话题 所以你以为中国能和这些吗 其实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送一个伦敦的地图呢 问到点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他为问解准备的 鸡丸草和吧 老藤诡异的态度 让文竹把这件事情默默记载了心里 但他们只是初次见面 他也没有过多纠结 直接开启了新话题 而在两人的相处中 文竹对老藤有了不错的出印象 那我可能再需要六个喜欢的 我也需要 哦 就是这样竖着 就是这样是四个 就是一个表白的 不经意间的 回到小屋后 文竹面对全新的环境 依旧表现得毫无破绽 上演了完美的社交礼仪 我先给女生 来 见面礼 哦 谢谢 有三个味道 希望你喜欢哦 谢谢 这种并不是因为是恋宗 所以只给异性礼物的做法真的很加分 不过尽管文竹方方面面都很优秀 但他加入的时间始终是个硬伤 小屋里大家的关系已经有了些默契 你这太贴心了 太贴心了 你们俩自己喝一喝 小董现在还沉浸在 问姐和老藤是一对的状态 但是殊不知文竹来了 老藤和问姐的暧昧 被文竹尽收眼底 但说实话他的老藤也只是刚认识不久 哪有什么神情后裔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结果第二天老藤却跑来聊他 我给你买了一个你自己 我自己 对 那珠文竹 哇 天哪 这么浪漫 哇 谢谢哦 这个真是 好有心啊 面对老藤的示好 文竹表明硬核 心里却不太舒服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我突然想起来 你为什么会选那个伦敦的简直画了 好直接啊 我想到了一个答案 但我猜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认识他之前在伦敦的 不是的 因为是要给女生选的 然后问问不是伦敦吧 你是不是想让他选 结果被我选走了 哈哈 就剩哪一个现货了 不想承认 文竹的问题让老藤下不来台 但他却没打算救济双双 吃饭的时候他又就是生意 就是他昨天他送的礼物是伦敦的画 然后 就为什么会送一个伦敦的吗 也就答不出来 我说你选这幅画 一定是想让一个有伦敦因素的女生选你 那只有你 老藤 有点狠 太恨了 文竹相当于僵了老藤一举 这事你别在我这憋着 我给你把这装置捅过 天哪 这种毫不同意在学的姐姐 真的爱了